我小時候喜歡看迪士尼的卡通 我從小幾乎是看著迪士尼的卡通長大的 就是騎弟弟、喵鼠、唐老鴨、高飛 所以我每天可以看這動畫看了十幾二十遍 一直看一直放一直放一直看 所以我到現在還是很喜歡迪士尼他們做的動畫 我覺得對我創作來說 就是去畫一些不同面向的東西 一件事情它不是固有的樣子 去看不同的面向會是我創作一個很大的 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也幾乎就是我想要傳達的東西吧 就是用更多面向跟你無法理解的角度去思考它 我打的比方 就是我以前有做過新聞頁 然後我曾經做過一則新聞 它可能是殺人事件 那大家都會覺得那個殺人的人很不好 可是後來我看了訪談的影片 在看他家人的訪談之後 才知道這個會殺人的人 其實他長期受這個兇手的凌路 不同面向的東西看多了之後 我就會有一種就是 對你不能先入為主的 覺得什麼事情就是什麼樣子 放下偏見會是很重要的 長那麼大以來我一直沒有放棄的事情就是畫畫跟打籃球 對 那打籃球其實它對我來說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它可以讓我保持心裡愉快 然後有一些正面的能量 當我覺得創作的事情就是 好像碰到瓶頸沒有自信 或是做不下去的時候 我只要打一場籃球 我就會覺得 有什麼過不去的 就是這樣子 快樂就好 假設我今天不當漫畫家了 我去做其他工作幹嘛 我其實還是會回復說我下班就是 就是想畫什麼就畫什麼 就是還是會繼續畫漫畫 也許就是產量沒有那麼多 然後畫的短短的 所以其實漫畫常常是我的一個美界 有點像是 跟這世界說話的方式吧 有一些東西是只有影響才感受得到的 BONZUR ENGLEAN JUST BE HOME HAPPY ENDO BONZUR ENGLEAN